走开 轮到你了吗 谢谢老板 我说你怎么愿意你这样没有啊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哎 怎么是你多了一千倍 我的也是 不许老板搞错了 不要说走 咱们吃了餐去 走 哎 不对啊 怎么多了一千呢 老板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去还他 老板 你这个钱是不是搞错了呀 怎么多给我一千呀 哦 这个呀我知道 其实我给你们每个人多多花了一千 但是呢 只有你一个人还回来了 当今社会啊 像你这样的人品不多了 琪琪啊 这一千块钱你就拿着 就当是给你的奖励 不用了老板 我拿我应得的就行了 拿着吧 这样就是你应得的 那谢谢老板 琪琪 你说说你都来公司那么多年了 怎么还穿的这么邋里邋遢的 你还是个小姑娘呢 这样穿显得肚子又大腿又粗的 我刚才刚从工厂过来 拿了条魔术裤 这个是加高腰的 特别适合你们这种身材 你拿去试试 哇 这裤子质量是挺好的 可是老板 这裤脚也太小了 我这都150斤了 我肯定穿不了了 你看这小 实际上啊 弹力很大的 而且是专门我胖儿定制的吧 你肯定能穿 里面还有个上衣赶紧去试试 那我就试一下 谢谢老板 老板 我换好了 怎么样好看吗 哇 这个裤子穿得你的腿又细又直的呢 太好看了 这条裤子好舒服啊 我都150斤了 肚子这么大 他刚好是高腰伸张的 可以把我大肚子全腿包裹住 而且弹力也大 又不溜我肚子又不溜我腿 而且还是小小过来把鞋 随便搭什么鞋子都好看的 是啊 你这样穿真的是让我眼睛一亮呢 对了 这个裤子刚好去了项目负责人 以后啊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 可是我是新来的 我可以吗 琪琪啊 这做事呢先做人 做人呢再利得 一个人的人品 能决定他有走多远走多宽 而你的人品我看到了 我相信你可以的 加油好好干